在嘉欣海宁 海宁交警部署警力 在加强日常巡查的同时 在一些重点路段 重点时段 开展整治行动 在最近一次整治中 海宁交警视频巡查时 发现一辆轻型蓝板货车 停在路口 过了一会儿 十几个人接连爬上了车厢 随即货车便开走了 发现货车有违法载人情况后 民警立刻联系驾驶员 让他前往中队接受处理 几个位置就坐几个人 好吧 车堵里面不要坐的 这个很危险的 据了解驾驶员姓江 当时车上一行12人刚刚收工 为了省事 他就用货车将工友们 拉回到了驻地 最终 江某因违法载人的 交通违法行为 被处相关行政处罚 民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江某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危险性 表示以后绝不再犯 接下来 海宁交警 还将通过加大对道路交通事故 多发路段及重点道路交通 违法行为整治 防范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接下来 海宁交通事故的发生